大批警力團團圍在套房門口 準備破門攻進去 警方駕槍實彈 一手拿盾牌全部衝進去 只見嫌犯愣在沙發上 拍下 拍下 嫌犯被喝斥只能乖乖配合 警方破門逮人 破獲詐騙集團 這邊車手團就已經寄握8個人了 警方搜出的髒證物中 有多支手機 現金本票跟名表 詐騙集團為了躲避追汽 竟然拆成8層 層層射斷碟 刑事局中打揭或被害人報案 說嫌犯洋裝各自外洩 要資金比對 前後被騙600多萬 警方巡線發現 詐騙集團分工細膩 第一層負責剪包 第二層負責把封 層層堆疊下來 直到第八層才是主嫌 這層的車手會指派一個交通 派者出租車送到嘉義 給第六層的幹部 警方初步調查受害人相當多 嫌犯透過層層轉交分散風險 這次一網打鏡抓到25個人 以組織犯罪條例 詐欺以及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黃偉鈞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